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扬声望来 我们这个五月份呢 是我们这个好时愉悦 那我们真的访问了非常多 很好的这个不管是农友还是农会 还是我们这个不同的单位 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 心结自己本身呢也非常喜欢的 一个单位大家一定都听过 李仁也自己 我自己真的也很常去李仁去买东西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 邀请到我们这个李仁的商品开发 这个资深 资深专员呢我们欢迎我们这个 林恩怡恩怡 嗨 嗨 心结 嗨 大家好 对 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来到 李仁的这个算是办公室对不对 对 在戏子期就在我家前面而已 对 所以历来觉得 哦 好熟悉哦 那李仁呢大家都知道李仁有一个永续 这个希望他们可以这个坚持有机 支持本土嘛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谈谈看就是李仁 这样子的理念然后还有就是说 到底有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们李仁的理念就是像现在就是整个的社会环境很重视永续发展嘛 但其实李仁今年就是成立已经就是25周年了 在我们就是20几年前其实我们就一直都是用这样子的概念 在就是经营我们的整个企业 那我们把我们的企业叫做社会企业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永续食材的指南 它总共有就是5个指标 第一个叫做友善耕作就是要选择就是对于就是环境友善的原料 再来是呢在食品加工里面少添加物 减少使用就是食品的就是额外的添加物 还有低碳蔬食 所以我们整个李仁的商品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纯素跟奶素 这两类商品 还有另外我们也是非常支持就是本土生产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扶持就是在地小农 另外一个就是资源循环 就是除了土地以外 其实我们也很关心海洋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就是2016年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我们就在进行减少使用塑胶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哦是是是 所以你看他们很多产品都是纸的包装 对对对 那我还想问就是有机啊 到底什么叫做有机 就是大家都现在觉得好像我们要找有机蔬果啊 而且我记得几年前真的可能比较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说台湾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有机 所以到底我们有机要怎么来定义呢 应该是说我先讲我们理人的就是对于有机的定义好了 就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我们会发展这样子的一个事业 其实一开始是源于我们的创办人 他在就是二十几年前他观察到整个社会的环境 其实是在过度使用农药化肥 因为在追求就是整个农产品的量产快速 对然后还有就是想要大量生产这样子的就是发展之下 可是他看到这个如果这个趋势一直走下去的话 其实他会产生的一个影响是可能过度使用化肥 地力就会变得就是你的土壤的本身的就是地力就会下降 然后你过度使用农药 可能他不止影响到就是生活在这个土地里面的小昆虫 那可能连人自己吃下去都影响到健康 是是是没错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现象之后 他就觉得应该要做有机的 应该是说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有机的这个词汇 他就觉得一定要从减少无农药化肥的这个角度下去开始做 所以创办人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远见了 那既然这样讲我们就知道 其实这个在理人小小一间里面 其实真的超多东西 如果大家有去过理人的话 里面从你这个日常生活用品 甚至连内衣睡衣都有 然后到了更不要说吃的东西真的琳琅满目 就是生鲜的也有 然后还有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有些是零食 有些是酱料 还有我不知道大家过年会不会去理人 我过年前一定要去一趟 就是那个最有名那个春枣嘛 哦是 对 然后还有我还去 因为我会做那个八宝粥什么有的没有 八宝饭 所以像那个甘纳豆我也都会在你们家买 对对对 我就是为了理人还办了一张信用卡 联名卡吗 对对对 那个联名卡也有故事哦 哦真的是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对我为了这个 我就觉得理人东西真的好多 这么琳琅满目里面啊 就想问问看说 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嘛 理人很要求就是要有机 对土地友善 对 然后我们不能有过度的添加物 那所以在你们的玄武这边 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刚刚我说的就是那五个 永续食材的指南 其实也就是我们玄武的标准 对因为像就是我们这边前面摆了很多的商品 刚刚我们就是开路前 我们就已经先聊了一波 对对对 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就是商品 过去我们会有这些商品开发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农产品突然盛产了 哦 那农产品突然盛产了 是 那好不容易我们就是 一开始我们二十几年前 那时候要做有机农业的时候 其实很多专家都直接跟我们说 不可能 哦 我们投了几千万 都做不到 你们一群门外汉 怎么可能 对怎么可能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说 那我们就两百万来试试看 哦 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大家有这样子的决心 意志力 两百万我们做得起来 那就表示我们有福报 我们可以 啊如果两百万做不起来 那就这样 是 然后二十多年后证明 我们两百万做得起来 而且我们要先来讲讲第一支 就是理人的这个产品 对不对 就是这个配牙饼 这个配牙饼是 它不算 它算是我们就是开始就是真的走入 扫天家 食品扫天家的这样子的一个代表性的产品 这样 因为当初就是 我们想说我们的所有的农产品 好不容易就是种出来了 那它又都是用 无农药化肥的方式耕种嘛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它做成加工品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就是 制作成加工品 我们后来就发现 原来我们很多的食品里面 其实加了很多的添加物 那这些添加物其实是政府合格可以用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既然都已经用到这么好的原料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减少这些加工 对减少这些添加物的使用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就是跟厂商在生产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的就是专家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讨论 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筛选出了 以目前台湾食品法规有700多种可以用的添加物里面 我们最后我们只能用70几种 哇所以只有十分之一 对我们在十分之一的选择里面 可是我们还是努力的去就是做到 把我们的商品可以就是跟外面就是有添加的食品 做出来一样好吃 对这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都一直有一种感觉 就是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健康东西一定不好吃 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 以前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概念 但我现在发现就是越来越多人 然后也因为越来越多的厂商 然后还有通路 其实他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跟消费者的需求 他们也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投入 那越多人加入 那大家在就是齐心合作的力量之下 其实是可以把整个技术再去做一个往上提升 所以现在其实可以发现 东西是越来越好吃 对真的越来越好吃 而且也用营养价值 然后又好吃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胚牙饼 胚牙饼 对这个胚牙饼是当初我们找福一轩一起合作的 是是是就是蛋卷很有名的 对对对 蛋卷需要排队 排队名店的那一间福一轩 但他当初人家第一个排队还不是蛋卷 是这个胚牙饼 那是 那个在我们的就是礼人通路里面 这一支胚牙饼就是当时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是 就是当他推出来之后 因为后来当时的环境里面其实就是 会吃这种小添加的消费者 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特别重视健康 是是是 所以当他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之后 对 他们就口口相传 是 然后就很多人就来买这支胚牙饼 买到就是当时福一轩的那个产线 开下去之后还不够消费者买 然后常常就是我们北中南的就是门市警员都一直在被消费者追问说 什么时候有这个 到底什么时候我可以买到胚牙饼 哇不得了 然后甚至有那种就是什么从新竹开到台北 就只为了要买胚牙饼 到最后我们还必须要限量 哇 就以前那个时候 这好像我们最近在买蛋的感觉 就以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就是实体门市 我们的门市还不是在一楼 我们现在的那个台北的旗舰店是在南京东路上 那以前我们还不是在一楼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货还要搬到就是八楼 可是那个胚牙饼呢已经就是热销到就是 不用搬到八楼一楼就卖完了 不要再八楼了 就是在一楼大家都已经准备要搬走了这样子的程度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算是二十年前的时候 就是第一只跟将近 将近 对那我们来今天他们准备了这个前面有好多 很看起来都很好吃的食物 然后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刚刚讲到那个最感人是那个芒果青的 哦对我们刚刚在就是开路前有些人就是稍微提到 就是他们大力的讲说这个一定要讲 我们赶快来听听看这个芒果青到底怎么样 就是我们里人的货架上有一只叫图芒果青 然后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话 我会说这个叫做守护紫斑碟的芒果青 哦对那为什么叫做守护紫斑碟的芒果青 紫色的紫斑碟 这是台湾特有种吗也是 斑碟的斑 对它是应该说我们台湾在南部不是有就是紫碟幽谷吗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墨西哥 一个是高雄茂林 全世界只有这两个地方是蝴蝶会迁徙的蝴蝶谷 以前在那个日本的NHK的电视节目上也有报道过 就是为了要守护这个紫斑碟 然后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还会特别架一个防护网 让他们在飞经过那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不会被车撞死 对对对 不要被那个车流的气流就打到 然后就死掉这样子 对 可是后来呢 就是研究人员他们就是有发现 到了就是 我们这个计划是十几年前 十年前的计划这样 当当时的研究人员他们就发现 为什么紫斑碟的就是数量突然又减少很多 然后他们就去观察发现 因为紫斑碟他们的蜜原食物是芒果 对 那可是农友呢 他们在种芒果的时候 因为芒果其实会需要喷到农药的 是是是 那因为那个大量的农药 喷在就是芒果上面 然后果叠再去吸花蜜 那其实他就吸到了就是果量的农药 对所以就死掉了 所以就夭折很多这样 对那当他们就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那如果你今天是保育人员 你会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但他又不能不吃芒果对不对 你是不是就会想要去跟农友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吞农药 对可是农友会怎么跟你说 我这样就没有办法生产 大量生产 我如果没有喷的话我就没有收成 那我就没有办法生活啊 对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就会遇到一个 就是生态跟经济两难的情况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有跟 因为我们里人这边呢 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就是磁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对我们有我们 为什么我们说里人是社会企业 是因为我们背后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股东 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另外一个是做生命教育推广的文教基金会 那这一个就是磁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 他本身他就是在辅导我们台湾的农友 有去做就是有机无农药的有机耿种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推广 那他后来呢政府就是也找上了磁心基金会 委托他们就是去辅导农友 让他们可以试着就是从喷农药 然后渐渐看能不能朝就是少喷农药的 这一个方向去走 那农友少喷农药之后 那他的那些果实 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他就是过往耕种的方式 收成那么多这么漂亮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时候里人就扮演了一个就是串联的角色 其实我们常说里人的精神叫做 我们是有一个产萧萧的三者合作 产第一个产叫做 产地吗 对农产 农产者生产者 对 然后中间的萧叫做销售者 然后第三个萧叫消费者 哦是 对 所以我们其实是把这三个角色串联起来 所以前面农友他去种了这一个芒果青 是 那我们就想办法去找加工厂 把它做成加工产品 是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商品 嗯 推荐给消费者 是 让消费者可以用新台币来支持农友 是是是 对是是 所以我们其实这样子的计划也已经做了十年了这样子 哇哦 对 是是是 所以我们才说当你吃一口紫斑 吃一口这个土芒果青 土芒果青 土芒果青 真命这样子 是是是 这真的还蛮感人的 因为这就是其实这一包也不会多少钱嘛 就是我们说我们多少钱也不会花个几千块钱 但是你其实花个这个小钱 但其实你是真的守护了整个台湾的 不只是这个蝴蝶 整个生态也是 然后这个农友的环境都是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小小的看起来 就是这样小小的这个芒果干 真的是后面意义非常不一样 所以与其真的 其实因为台湾有很多 其实台湾芒果就很多 但其实台湾很多人也很喜欢买那种进口的芒果干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今天真的还在那边推荐一下 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去理人看看 来买买这个芒果干 其实芒果干台湾这个真的是到哪里都有啦 但今天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要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今天我们一样花一样差不多钱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更多 甚至跟这个土地有直接的连结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前面这边还有放到这个 这个是桑胜 对对对 桑胜也有很多故事这样子 就是桑胜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娇嫩的食物这样子 水果啦不是食物 就是它在就是收成的时候 其实它是要用很快速的时间 把它摘取下来 不然它其实就是直接落果烂掉 那因为 它产期也很短对不对 产期 就三月份开始 三月到四月之间就看天气这样子 对 可是就是因为它成熟的速度很快 所以就必须要用很快的时间 把它就是采摘下来 对 那通常如果采摘下来 也是要赶快去做加工的动作这样子 但是因为采摘的过程很辛苦 农友要种有机 对 他就会遇到会有很多的虫 虫 对 那 桑胜的特性就是虫很多 对 那农友在采收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全副武装 是 不然那个虫就会从就是各种 就是见缝就钻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会去啃咬你的皮肤这样子 对 那所以就是它非常的辛苦不容易 对 那再加上它又较嫩 所以我们在就是想说 农友好不容易种出有机桑胜了 我们要可以怎么帮助它呢 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研发了很多商品 有桑胜有机桑胜果蜂冻 它这一个是有机等级 然后里面你可以吃得到完整果粒的果冻这样子 果肉果冻 是 因为它看起来整个很黑 它看起来因为桑胜就是颜色比较深 对 所以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就是特别讲的话 会认为就是它是一般的果冻 可是其实它里面是可以吃到整颗的 就是桑胜果粒 是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拿去做成桑胜果酱 那一般就是你在就是工厂里面 你要机械化生产 其实它要有果肉在里面 它就必须要有人工 就要花比较多的人工去做充填 所以这其实都是非常费工的就是加工品 那如果然后桑胜我们其实也有桑胜汁 我们还有桑胜酥 把桑胜就是做 桑胜酥做成饼干吧 就像凤梨酥一样 内馅是放桑胜 对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桑胜的果汁蒟若 也是类似一种果冻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为了要就是支持农友 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产品 我们就像这样子的加工品 我们就把它做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变化 而且这样子相对它就比较能保存久一点 因为刚刚讲的 不然有时候真的你采收 大家也来不及吃 因为而且每天 就是你看三月到四月 吃一个月半的桑胜也是很腻耶 但做成不一样加工食品就是真的 你可以第一个增加它的保存方式 也可以增加你吃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就是增加农友它的信心 因为这样它才会有就是 有勇气继续就是做这么不容易的 有机农根事业 这个就是桑胜酥 这个就是桑胜酥 对 哇这也是蛮厉害 好 然后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 还有刚刚讲到这边有那个加薪酥吗 我说这个看起来很不特别 哈哈哈哈 因为什么 因为我说这种加薪酥 其实市面上很多 其实里人的加薪酥 第一支是巧克力加薪酥 然后当初呢 我们就是看到外面很多的加薪酥 对 应该是说我们一直想要努力 把我们的产品可以做到 就是少添加 但是又跟外面的产品 对一样好吃这样子 对 那那时候呢 我们就在想说 外面有很多的就是加薪酥啊 对啊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 里人版本少添加的加薪酥 对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我的同事他们就去找到 就是厂商 然后再跟他谈 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品项 是 然后那个当时呢 厂商也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很难 对 所以他就下去做了 但是呢 从这个饼干开始 因为我们的饼干 你加薪酥 你要做到好吃 要酥脆 是不是你就必须要 让他 一般外面他可能都会 可能加一点点的蓬松 加一些蓬松剂啊 或是食品添加剂 让他的饼体可以做得酥脆 是 那这个我们就要拿掉 对 那拿掉之后 你要怎么做到酥脆 这对厂商来讲就是考验 真的耶 因为有可能是在他 面团 在发的过程 是 他可能就会影响到 或者是他在烤的过程 他可能就因为少了 这个添加剂 对 他就很容易破掉 是是是 所以他的耗损就会很高 这样子 所以光是这个饼体 厂商就有调了 很久的配方 对 甚至到就是现在 我去看他生产的过程 他的那个饼体 真的只要你一个边边 稍微一个就是破损 直接打掉耗损 所以他的 对厂商来讲 生产这一支非常不容易 真的真的 光是饼这样 好 然后再讲到里面的那个内馅 内馅 因为我们没有加香料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到 你觉得这个巧克力的味道是足呢 对啊 一般我们的做法就是 加好加满加到爆 对不对 可是当你就是 加好加满加到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你对于这个原料的认识 跟你平常在外面吃巧克力的认识 是有落差的 哦怎么说 就是当时呢 因为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加足量 这样子消费者在吃的时候 因为觉得好棒 很好吃 对 没有 当你加过头的时候 过于不及都是不对的 这是真的 太少不OK 对 太多也不OK 这就显现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被食品添加物所影响 这样子 你才会发现 原来巧克力真实 就是可可啊 巧克力真实的味道 其实有的时候 是我们 我们自己理解的味道 其实是被一些添加物给 添加物教育起来的 其实我觉得 这就像之前我们说的蜂蜜一样的概念 其实你如果吃真的蜂蜜 会跟我们去外面喝的蜂蜜的饮料 蜂蜜蜂味的东西是不一样 对 就是你吃到真正的蜂蜜的时候 就觉得 其实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杏仁吧 杏仁也是 以前我们都会路过那种大卖场 都有那种杏仁味啊 但你如果真的吃到真的杏仁的时候 它会有那个淡淡的杏仁香 没错 对 但是不是这么浓郁的杏仁味 所以就是 对就像刚刚我们这个讲到 我们恩怡讲到的 就是 所以巧克力 其实我觉得这跟那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做面包 做甜点之类 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你说 有时候你觉得 我好像加这个很多很厉害 但其实做出来有时候很可怕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加了很多 跟消费者想象的味道 闻起来的味道 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反而就是产生了一个就是 很多的需要后面服务的 这样子的工作 我懂我懂我懂 对 我想请问你们的巧克力 是哪里的巧克力 是台湾 也是台湾的吗 还是 那个 没有办法 那个没办法 我想说哇台湾有产可可 这么厉害 台湾有产啊 但是以我们目前 量不多 然后毕竟我们做这些食品 我们还是需要考量到 就是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 合理的范围内 价格范围内 对 那这个还有这个花生嘛 对不对 花生跟这个腰果 腰果咸酱 腰果咸酱夹心酥这一支 其实是我们算是 我自己私心认为啦 是一个就是有别于市场 大家看到夹心酥的一个很 很特别的口味 腰果我觉得蛮特别 因为不常出现 但花生我觉得这个很 这个从小吃到大 花生口味 它有什么不一样 花生夹心酥 其实当初我们的那一个发想 是因为我们里人有一支很 也是很长青的花生酱 就是我们的花生酱 一开始我们做那个花生酱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加乳化剂的 对 那一般因为花生油很多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加乳化剂的话 你看它的就是样态 你就会发现上面会浮一层厚厚的油 那一般外面的就是花生酱 它为了要就是把这一避免发生这样的现象 就有点油水分离的概念 对对对 它要不要让消费者看到油水分离 所以它里面会加乳化剂 那让你在就是不管是视觉上 或是你在取用上面 你都会比较好涂抹这样 对对对 那可是我们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跟消费者就是建立起一个 其实这个乳化剂是可以不需要添加的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花生酱 我们里人货架的花生酱 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这一支是非常就是 具代表性的一个涂抹的抹酱类这样 那因为外面市面上有很多的 就是花生甲心酥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 那既然我们自己里人有一支 像他也这么喜欢的 那我们就把我们那一支花生酱 包进去啊 也来包进去 对 那那时候 一开始我要做这一支产品的时候 我还在想说 可是外面市面上已经这么多了 对 那我们跟外面的差异到底在哪边 所以我就去看了 后面好多的花生甲心酥 我才发现 但它味道都很像是 应该是说 我去看了成分之后 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有这样子的落差 哦怎么说 就是大部分 但还是有一些厂商他们是没有添加香料的啊 但是比较多大部分 你在卖厂上容易看到的 都是添加香料的 让它的就是商品是稳定的 而且它可能在成分上面它会有一些控寡 是是是 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选择 嗯嗯嗯对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后来呢 我还做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我把所有的就是各种夹心酥 嗯 我之后直接看它的就是剖 切面 切面 因为它侧面嘛 对 然后我就去看它那一个花生酱的 真的有没有夹酱 那个颜色 哦 然后就发现 诶原来颜色也会不一样 对 对那这其实就是它 就是里面原料的 使用的比例的关系 产生出来的这样子 哦 了解 对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现在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讲的 其实因为现在的太多 外面的东西添加食品太多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反而已经吃不到真的原味 嗯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所谓的香料味 对 对就是外面有一些你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品牌 到现在每一天味道都一样 对 但是它要必须要做到就是维持它的稳定的品质 所以它一定会去思考怎么样子做是最容易达到这样子的标准 但是其实如果回到我们说花生 因为它就是一个农产品 所以照理来讲 其实因为气候啊环境每一年都不一样 所以你每一个 其实就像水果一样 照理来讲你应该每一年 你的东西都会微微的不同 对 对你不会真的百分之一百从小吃到大 味道都一样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已经很习惯 但是像他们刚刚讲说 诶这个其实他们是用真的花生嘛 对不对 对啊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 回到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说的 就是永续食材的这个概念 就是当我们今天我们要来 就是推动这一个永续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前提是有一个就是 我们可能要先了解 就是现在大环境的这个现况这样子 那我觉得里人的消费者就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我们里人是跟消费者大家一起 刚有说嘛 我们是手牵手走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是一起成长的 当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的产品也会有一些需要就是在更好的地方 我们消费者也会不另的给我们很多的就是指导 那他们的指导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把这样子的永续的概念可以持续的走下去 同时还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网上提升 真的非常好 所以大家真的有空可以 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 所以不然他们本来想把整间店都搬来的 我们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说了 而且刚刚讲的其实这些农民啊 刚刚我们讲的嘛 产地 产销 产销 产地 然后销售者 消费者 消费者 对 生产者 应该说生产者 销售者 消费者 我们三个是牵在一起的 所以真的是大家真的有空可以去理人看看 那边真的有好多东西 所以我相信你随便问一个可能大家都会告诉你这个背后有什么故事 那真的刚刚我们推荐这个芒果干嘛 对 还有文旦佑 哦文旦佑好我们来快速讲一下 对对对 讲一下这个文旦佑 就是呃之前 文旦书这个是 对文旦佑 文旦佑是什么时候采收的 中秋节 周秋节 对 那中秋节前后我们最容易会遇到什么 台风台风 对 所以是不是常常会之前以前都会有新闻说 台风一来文旦佑全部落地 哦对对对 然后农友的心血就是白费 真的就白飞了 对 那当时呢就是我们也是有遇到我们在花东种文旦佑的农友 有机文旦佑的农友 他们也是遇到 台风 对也是遇到台风 然后他们整片的那一个文旦佑就 没有办法就是在种秋的时候直接这样子销售 那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在想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帮助农友 是 那刚好就是也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做我们花生匠的这一个厂商 他们就我们就跟他们互动 对 那他们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们也很有心 他们说那我们来把这一个文旦佑收下 我们来做成其他的加工品 是是是是 所以当时呢他们这个工厂是五回 他们就把这一个文旦佑呢全部运回他们工厂 然后就大家所有的人力开始拨文旦佑 然后把它做成就是文旦佑茶 然后文旦佑酱 是 对 那文旦佑酱我们就把它拿来做成就是文旦佑酥 哦 就一样是风里是我的变化体 对 对文旦佑酥 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把那个酱再拿来做成文旦佑的吸洞 哦是是类似果冻那种用吸的 就像果冻一样用吸的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样是把这样子的产品 我们应该说农友的心血我们为了不要让他就是白费 我们就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商品这样 然后当时呢我们的这一个文旦佑酥 哦 就是做出来之后 我们的就是消费者 非常他们也听到这个故事 嗯 一样又造成就是风墙 那个风墙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 本来我们的文旦佑酥应该是一盒一盒 装在那个纸盒里面 然后小包小包卖 但那时候因为是过年 就过年的时候大家就听到这个故事啊 所以他们就消费者就是也很热情这样子 想说那我要就是赶快买回去跟我的家人分享 对 结果变成是厂商的产能赶不出来 厂商的产能赶不出来因为他要包小包装嘛 就最后怎么办呢 我们就散装 直接一箱里面就单颗 一颗一颗包 直接包在箱子里面就说 好吧那我们就里面就这样子 不要再包小包的直接送出来 然后同样我们就是 而且感到就是工厂都没有人力了 我们办公室的人 全部都下去 大家一起去包文旦又书这样子 对我昨天才刚好去这一个厂商那边 跟他们就是互动 然后他们那个老板就讲到当时的这个世界 他还记忆犹新说 哎呀当时我们这个文旦又书就是 也造成了一股风潮这样子 大家就是消费者们就是这么的喜爱 然后连我们里人的员工 大家都一起投入下去包装这样子 真的非常有趣 其实我觉得里人这边做的真的非常好 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农产品可能会过剩 或者是说可能真的碰到灾害 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 他虽然掉了 但不代表他不能吃 但那时候怎么办 就是我们除了我们一般人民能怎么做 我们有时候可能顶多只能去产地 但是就像我说的 他的产季有时候真的很短 你能够买多少 你能够再送多少 其他都是有限的 那与其这样子的话 真的不如我们进来里人 对不对 然后来看一看这些很多 就是不管是需不需要帮忙 或是他们很认真 我真的像我们这次好十一月 我们去了好多地方 我真的觉得其实台湾真的在 这一块土地上 为这个土地很努力付出的人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真的真心推荐大家有空来里人 这边有好多很多很多的产品 每一个产品都是符合他们说 那个五大 五大那个指标 对不对 五大指标 就是我们的商品开发员 是从这个五大指标里面来选择 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的 就是商品的情况 我们在我们里人货架上 我们都会有就是标示 它是在这个永续指南里面 它符合哪几个 就是指标 其实我还有好多故事 我们还有就是守护花东的 就是环境制什么的 这些故事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 拜托来帮我们留言 或是帮我们多按这几个赞 我们下次就可以再来里人一次 好不好 我觉得真的有太多故事 真的 而且就是真的是 就像我们说的 有时候这些农民 我们没办法直接一对一 但是我们透过里人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三方一起牵起手来 我们一起来守护台湾好不好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我们里人这边 那我们谢谢我们恩怡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